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hk 回到第二節 復活節我們剛才提到 理論上應該和龍坑社會的節日有關 但是基督教的復活節之所以和以前的不同 就是因為多了被釘十字架的故事 這個釘十字架當時在羅馬的基督教信領裏 有沒有試過將它和宙斯或者邱比德的仔作比較 這個釘十字架不單是和宙斯的比較 原來在埃及當時 何老師也有試過被釘十字架 何老師也有被釘十字架 原來他是埃及那邊來 但問題就是埃及當時有十字架這個刑具嗎 有啊有啊有啊 他講這個十字架的來源 按記載就是在埃及過來的 哦OK 那這個釘十字架的時候 就會將它附會成為 就是這個最重要的神的兒子 是吧 沒錯 但是正如我們以前也提過一件事 就是如果他是神的兒子的話 他不應該是一個人來的 他應該是一個神 他就沒有理由被人釘十字架 那當時有人怎樣解釋這件事呢 嗯 嗯 在早期的時候呢 基督教就有 就是你看回教父文獻 記者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基督論 那反而最早的基督論呢 就叫做幻影論 這個 幻影論的意思就是 很多基督徒都以為就是 基督不是真實的 是假的 但是首先有一個邏輯上的東西 我們要去想 這個基督論是最早的 基督徒群體最早去提出 就是說他們這些人 應該某程度上 有一些可能是 聽過耶穌的 直接講的話 或者是之後的一代 那為什麼這些 曾經接觸過這個歷史上的 Historical Jesus的人 的一個群體 他們第一樣提出的就是 耶穌不是真正的人 而是一個幻影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 邏輯上的一個問題 如果第一批的人 是見過耶穌 他們第一樣提出的 就應該不是幻影 而是講的 可能耶穌 耶穌被選 譬如說耶穌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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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譬如說 他提到神的兒子 在猶太家賓國 是一個蝕俗 但是剛才你說的 我們大家在新約裡 記得有一個細節 當時多瑪 Horm vibえ 唯一支封地 因為多瑪這段 就是後期的 最早期不是這樣說, 只不過後期大家變成這個問題, 就要加回這段事件上去補菲 就是為了無會獵多馬, 説他信心不夠, 才製造這段事件 因為在英文來說, 有一個成員叫Dowtin Thomas, 其實那個來源就是來自這段 沒錯, 其他士徒想, 當馬是傾向靈芝派, 為了要做它的時候, 就加了這段 這個也不是傳說之中, 他後來去了印度傳教的當馬, 就是Thomas 但是剛才你說的就是, 在最早期最早期就是當耶穌死了或者復活之後, 其實最早期的說法是幻英律來的 就不像現在我們這個說法來的 是, OK, 那這個幻英律當時有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令到那些人覺得是答案很圓滿呢 有沒有答案很圓滿, 最主要就是在這個教父文獻裏面, 最早就是講這個彼得福音裏面 彼得福音裏面就說, 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 你為什麼可以離開我 這個就是釘十字架, 其中一個部分的技術來的, 就是釘到他差不多斷你之前, 就說為何留下我在這裏 這兩句註解就是, 當他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分開了 或者另一個就是說, 當他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他已經升到上天堂 即是說耶穌去到這一個時刻, 譬如, 真正的基督已經脫離了這個驅殼 受這個痛苦 當時的教父就認為這個是幻影論 但其實這個也不是幻影論, 這個叫自此論 就是耶穌就是基督, 應該說天上聖靈母親, 選了這個地上的耶穌的身體 去作為基督的降臨, 去到三十歲受洗的時候就進入他的身體 然後去到這個被釘之前就離開, 這個就叫自此 但是這個說法是後來保廢的, 你看最原始的新約的記載 不是一定這樣理解法的 反而巴爾文看回四福音的結構 你會發覺馬太和馬可那兩段耶穌出生的故事 裡面有很多矛盾, 很明顯是後期添加 歷史上跟歷史有很多不符合的地方 反而約翰福音和馬可福音一開始就說耶穌受洗 這個就是基督, 這個就證明了自此論是最早期的說法 如果用你這個說法, 實際上他未受洗之前是一個人 是的, 沒錯 他受洗之後是一個神 到他臨釘十字架, 未講這個說話的時候, 他就受到一個神 不過講完這個說話, 那個釘死了一個人 說很複雜的樣子 這就是指論了那個說法 我知道呢, 譬如去到這些 羅馬教會成立之後, 就這個問題是爭了很多次 剛才你說的可不可以歸留一樣東西就是 耶穌這個人, 其實是起碼有兩重的聖質 他既是人, 他也是神 這個教會是同意的 即是教會是同意的這個說法 如果你說他只是神的話, 當時你又被人清算 如果你說他是人的話, 又被人清算 甚至乎你說, 這個聖父聖子聖靈的排名呢 你排錯了, 又會清算 但是, 如果說譬如這些這樣的問題呢 對實質上那個宗教的日常的行為 或者日常的生活, 理論上應該沒有影響 對日常宗教 即是舉例, 做你的人的道德行為 你做的, 其實你相信哪一個對你都沒有大的影響 以我理解的 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 最大問題就是 他們當時的人對於教父們 或者甚至乎今天的基督教的神學派 對於早期基督教的環境論 都是觸摸不到究竟他的意思在哪裏 就算我去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點迷惘 其實很簡單的想法就是 基督的環境論就是 我們見到一個 他們堅持基督不會是環境 他們說基督是道成肉身 他們覺得肉身的東西才是真實 這就是他們的一個蠻點 因為在祖為基督教的時候 是相信這個密室界是一個幻象 而基督作為一個幻象顯映的時候 他是指一個真實的 Pleroma, 一個光投射出來的真實 所以當早期基督說 耶穌是幻象, 是一個幻影 其實他是說基督是Pleroma 投射出來的真實 而我們存在於的周圍一切才是虛幻 如果你去綜合拿光馬對古本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他講這件事 去到第二世紀 《約翰行傳》裡面 就講到一篇很有意思的經文 其實有一個超然的光之十格 他是主向約翰所啟示 他說這個光之十格 有時稱為道 有時稱為意念 有時稱為基督 有時稱為復活 有時稱為子 有時稱為父 有時稱為靈 那是基於人們的緣故而明明 然而他真正是什麼 只有他自知 這並不是你不見過的目際十格 我也不是被釘在十格的人 我是你現在不見其形 只聞其聲的那位 我並不是大眾所認知那位 他不全講的對我來說 那是不足為道的 基於那紫色的境界 是既眼不能見和無法言喻 我作為那境界之主 亦是眼不能見和無法言喻的 這個就是當時 早期基督教的信徒 不同層次的分別 但剛才你說的 是用耶穌第一身的說法 假設他這個人是啟蛇 啟蛇的 即是說當時的 一些平信徒 很相信一些以前神話 流傳下來的耶穌被釘 然後復活 一些很簡單 因為當時的紋盲 紋盲的數量 差不多九十幾個百分比 但是如果去到一些 比較精英分子的時候 或者靈芝派精英分子的時候 或者一些 學過一些不同的知識的人 他們看基督被釘這件事情 就不是純粹被釘 我信了這個 好像喪屍起翻身 那麼簡單 他在說的是 這個十架不是木製十架 而是一個超延 超出的 連十字架都是不同性質的 不同物料的 所謂的幻影論就是 今天的基督徒 依然覺得耶穌基督 歷史上的耶穌基督 就是我們今天信耶穌基督 但是在第二世紀的約翰行傳 他都不屬於靈芝福音 但是流傳得很厲害的 他覺得這個超延的光之十架 這個超延的神 他想顯現給我們看的時候 他會藉著任何一切 他會化成基督 他會化成任何的形式 我們是觸摸不到的 我們不會說 我抓住歷史上高的耶穌 他發生過什麼事 他怎樣復活 石頭怎樣推開 所以問題就是 你去到譬如說 你要儲那些十字架 各塊木 抽十字架各塊釘 或者甚至當年果施布 其實在這個角度來說 是不對的 沒錯 但是有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的 是光之十字架 那光之十字架 那光之十字架是怎樣來的 光之十字架 就是一個異象裡面出現 但問題就是 那時候羅馬人給他 不是他自己變出來的 那意思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他講了一些話 令到這個猶太的長老很不開心 那對於求比拉多仔 就下一個十字架 就是要處決他 那整個過程 是羅馬帝國總督提供的 這個 那光之十字架 沒有理由是那些人給出來的 這個光之十字架 其實那個語意 就是他所講 是和木製的無關 其實這個光之十字架 在基督教之前 已經有這個十字架的標誌 它是代表這個 整個宇宙的一個 一個中環軸 也是一個太陽的意思 事實上這個符號 在古代未有文字前 是很多文化裡面都有的 特別你在圖戲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這些十字架 譬如 即使我們講過萬字 後來被納粹黨用了 全世界很多文化裡面都有 所以可能這個符號本身是universal的 是 沒錯 那這個光之十字架 即是十字架 是在新約出了之後 才有講這件事 是 它應該是 屬於約翰 即約翰福音 即約翰的派別 他們相信的一套 因為它裡面用的字 剛才所提及的那些 全部都是在約翰福音裡面出來 OK 那你要再提一提 在中國這個基督教的傳播 剛才我講的時候有點修正的 那麼那個傳播呢 事實上在天津教來之前 就有警告 那警告之所以在歐洲那邊搞不定 原因就是 因為剛才那個問題 它答得不好 就是它覺得 即是基督是有兩重的神聖的 但是兩重神聖 就不是互相緊連了一起的 是分開的 那麼那個細節 我們就不需要詳細咬 因為老實說 我也不太看得很明白的 但是呢 這班人因為 就是剛才這個問題 答得不好 所以在歐洲呢 就站著腳 那麼一路呢 就東移 那麼結果就是 在唐大的唐朝的時候 在中國是可以有這個教會的成立 那麼我們以前都提過 譬如在YMCA 香港YMCA呢 我現在不知道還在哪裏 但是呢 我親眼見過 就是那塊碑 在長安的碑呢 他們是造了一個 一個複製品 擺在香港裏 就是講他們的這個 這個警教、傳教的歷史 在中國傳教的歷史 嗯 那 所以那個 我相信那個碑那個 內容呢 到現在大家都還能在香港找到 嗯 如果再再轉移問題的時候 事實上可以看到 其實早期的基督教呢 因爲耶穌的這個究竟是人 究竟是神 這兩者的關係是怎樣呢 是搞到可以說是一個以色形態的鬥爭 休息一會兒回來再講講這個問題